西方世界,第一,资本主义社会下,特别是被共产党超限战,蓝金黄,特别是司法控制,特别是美国的情报国际合作部门基本被拿下,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掌握了这些人的小辫子,就是在美国,西方,欧洲,所有的法律系统的法官,检察官,以及各国的司法部官员,都是过去律师出身, 而律师出身之前都是和中共国打交道,拿大量的钱到中国出差,然后到中国喝酒,喝酒之后发生冷静不冷静的,或者装作不冷静的,所有的一些丑闻都成为了那比核武器厉害,控制了西方的司法行政领导领域,然后西方的媒体更是如此,凡是涉及共产党的不敢说,不敢讲,不敢提, 会有基于这些背后的利益集团的控制,更是不敢说不敢提,所以美国人是不知道真相,所以你很难想象美国欧洲西方世界,在共产党的问题上完全不了解真相,所以说这才能共产党如此之嚣张。